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 今天 我还在里面 怎么可以不用穿个暖炉素节 都可以穿个暖男 虽然我是一个信奉朝人教的一个人 搞到全部人在怀疑我的国际 其实我确实是个马来西亚人 只是我妈只能讲 心境自然良博 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由于这个频道 是要拯救马来西亚男神传达的一个频道 所以我要你们做这一集 适合马来西亚天气 的男神传达 根据Google上面那个 帮什么hub的调查 马来西亚男神最喜欢吃欧美 还有日系的 我是讲欧美还有日系风 首先你要懂有钱人是什么样 是零食零样 不是 是朴素 你没有听过吗 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那么的朴素无华的 你那么般来 一定看到重点 没错 是朴素 所以你需要一件朴素到不行的Zara款T 配一件Slim Fit的西装裤 然后你还要配上一个 复古的黑色墨镜 让你有种高盘不齐的距离感 如果手拿一杯咖啡 这就是传说中的 欧美高富帅的starter pack 女神望过去 Congervant觉得你手上戴的不是Api 只有是Hilbert 周末又是Hiti 又是游轮打Golf 女神看了还不觉得你是个暖男 我是讲合法很暖 这个look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欧美的明星 还有model 很喜欢穿的 通常他们穿这个look 都很喜欢不穿袜子 踩裸 的确搭配得意的话 就高富帅 稍有差池 就夹晒的 讲真的 这个look 你颜值没有感想 买完啊 整个Zook 叫个Fuckboy starter pack 如果你觉得刚才那个 太过的震惊 你想要吵 但是又不想传到 好像脑神吵 没问题 你可以选择来个 All Black 后现代忍者风 你要的是一件 速到爆 但是不懂 为什么领的 兼约宽踢 搭配一件 战术外套 西裤 我建议买轮廓 比较挺 有流线感的西裤 最后当然是 少不了腰包 要选这种 比较功能性的腰包 反正就是要让女生觉得 你无数客 都make space for her 哇 你看 和你出去 可以放101个星 把全部东西都交给你保管 包括她的星 这种穿搭在时尚街 属于一股清流 在马来西亚还算是小众 当然穿搭 是看个人喜好 从来都不是要为了证明 自己有品味而穿 反而是要穿出品味 虽然讲这个look 注明了这个忍者舞团 确实是这样的打扮 但是如果你想要 更加动感一点的look 我就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 叫做Step Step Up 这是我最爱的一部电影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 不难发现到 里面跳舞的人 都喜欢穿长袖衣 配短裤 然后带个渔服帽 其实这种穿搭 是非常old school 原汁原味的hip hop style 只是因为年代的关系 所以现在人 不太流行这种穿法 但是自从有了 show me the money过后 韩国的hip hop圈 其实带起了很多 old school的穿搭 但是他们的韩国奥巴 又在配上自己独有的美感 把它研发出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rapper style 但是做这个穿搭 最重要注意的东西 就是裤子的宽度不能太宽 这样子你穿长袜 才不会显矮 我个人 其实不太喜欢T恤 比起T恤 我更爱长袖衣 因为对我来说 它随性的来 不随便 它可以玩的花样 更加的多 其实穿长袖衣 最大的优势 是可以让我看起来更加壮 更加的从容 整个人看起来比较chill 你chill的话 才会吸女生的 那既然有陷阱妹 con cover会有陷阱boy的 陷阱boy就不掉绑张边的 它的特征就在于短袖衬衫 要穿不穿 然后蓝颖带摸巾 然后配条破到新年回家 就会被骂掉 那是天花板的那种lip jeans 然后脚踩一个vence 或者是converse 像我这种瘦脂 做这种搭配 最好把你的衣服塞进去裤子 如果你是那种瘦到皮包苦的 你就让你内带一件白T 还有一点 紧粗的就带右的链 紧细的就带条粗的链 这样子你整个人的 这个景象的部分 才不会穿肩 看起来很空 很奇怪 其实这个look 在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 它就是当年的万人迷 月女无数仙女 也绑塔不住 人中神的Leonardo DiCaprio 它拍了一条电影 叫罗密欧与朱丽叶 它完全把这个look 踢到了巅峰 这套戏完全验证了 人丑做什么都奇怪 人帅打喷嚏 较可爱 丑人还是少做怪 我的看法是 你必须要具备三大条件 第一 样子也要斯文 第二 不能太肥 不能太黑 头发一定要够多毛 第三 重点是 不可以长得猥胁 不然你就是女生口中的 Fuckboy Starter Pack的 结论是 A Wise Man One Set 人帅王家耳 人丑穿什么的耳朵 没错 T恤是百搭 可是也要你是百搭才黑的 你想要只是装T恤 做会好看的话 是看颜值的吗 只要你颜值高 你裸体还是好看的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吧次 看了下回此 你要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 insta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